事件发生在当晚八点左右 站前路一家自住银行门口 警方将附近两百米的路面封闭 身穿蓝色衣服的男子 左手挽住女人质 右手把剪刀架在他脖子上 人质的手臂和衣服上都有血迹 警方派出谈判专家和男子交涉 谈判过程中 两名特警已经躲进前面的护栏广告牌下 等候制服男子的机会 而此时该男子不断向警方大喊 情绪亢奋 晚上九点半左右 警方向他递上矿泉水 当他注意力分散了一刹那 一名女便衣趁机冲上前去连开死枪 男子当场被击毙 女人质成功获救 从慢镜头中可以看到 警方就在劫匪低头伸脚 去购矿泉水的时候 抓住时机果断开枪 警方表示 劫尾姓谢 籍贯湖北 当晚在湛南路 抢劫一名男子时 遭对方反抗 谢某持剪刀将被抢男事主刺伤后逃跑 民警接报后赶到现场组织为主 当某某逃至湛前路的资助银行门口时 被民警和群众包围 刑急之下将一名女性劫持 女人质由于身上多处被剪刀捅伤 当即被送往医院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人员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赏 打赏